1902年7月4日,刘贵武出生在辽宁朝阳县六甲子乡八甲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中。 少年时期的刘贵武也曾为了生计落草为寇,不过后来中华大地战火贫乏,刘贵武也就选择了当兵。 1924年,他成为宋哲园部队的一名小兵,之后又在热河白凤翔部队校里,并先后担任排长、少校连长。 1935年,东北军整编成立了骑兵军,刘贵武任骑六市第十八团上校团长。 1936年,他因参与西安市便利工,被张学良提升为骑六市少将师长。 紧接着抗日战争爆发,刘贵武带着部队上了前线,在隋远和日军一学苦战八个月,狠狠地磋伤了敌人的锋芒。 1938年4月22日,刘贵武在内蒙古包头市顾阳县红油甘子村重担身亡,年仅三十六岁。 日军为了炫耀实力,残忍地割下了他的手机,并将之浸泡在福尔玛林荣叶中运回日本东京。 作为战利品四处展览。 而刘贵武牺牲之后,他的部下为了抢夺他的遗体,还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人战。 最后,是刘贵武的妻子单枪匹马闯入敌人阵地,在战火与血泊中将丈夫的遗体夺了回来。 只不过,他的头颅早已已逝。 战后,刘贵武被追授中将军线,遗体也被运到西安。 和假的头颅一起合葬了。 1961年7月,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追证刘贵武为革命烈士。 然而,直到现在,刘贵武的头颅仍在日本漂泊,还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。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,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,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。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,被公派着美国流血,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,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。 当媒体问起此时,他的回答惹人争议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,回复彭云即可观看。